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以至于发展到20世纪的末期 可以说这些东西在头脑和良知方面都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19世纪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 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使得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打折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失利 使得很多社会主义者也要打着非社会主义的旗号 都不敢讲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1989年波兰发生巨变 那么波兰共产党也不叫共产党 当时叫统一工人党 这个统一工人党改名叫波兰社会民主党 那么这个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后一任总书记 拉克夫斯基在重新建党的宣言中 把所有社会主义马克思这个词句全部都划去了 但划去以后他是很遗憾的 划去以后他讲了一番话 他说我们这个社会真不知道怎么了 说现在在波兰 你谁都不敢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我们都要害怕躲这个词像躲避瘟疫一样 可是希德的波兰特天天都在那里讲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这里这个社会主义怎么就变得那么臭呢 他觉得这个东西他觉得很感叹 但是他自己也不能不把这些词都删掉 因为如果不删掉 很明显在当时波兰的社会中 这个词是让人听起来觉得就很不好听 实际上我觉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这就像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在世界上并不存在 但是基督徒满世界一样 但是到了这个世纪末 这个社会主义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可是这个社会主义的魅力反而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在当年十九世纪的时候 甚至在一些后发的国家 我们知道后发国家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基本上是追踪西欧最先进的东西 至少是当时人们认为最先进的东西 是吧 那当时人们认为最先进的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社会主义 是吧 所以当时的那些后进国家 不管是左中右派都声称自己是偏向社会 不是社会主义的 就是偏向社会主义的 是吧 你看看那个俄国 是吧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维特他都说 是吧 实际上他是相信马克思的那一套的 是吧 只不过他认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 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 现在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 是吧 这个沙皇俄国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是吧 那么将来会 还是会发展到 马克思那个时代的 是吧 只不过现在还不行 他那个说法就是这样 那么当时俄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了 是吧 包括多数派和少数派 是吧 那么除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外 其他的人其实也都在那里讲 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之了不起的 是吧 那个像民粹派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民粹派 他们虽然认为 这个这个 马克思的一些那个认 认述不适用于俄国 俄国的具体情况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描绘的那样一种前景 是吧 他们还是很认同的 是吧 因此在俄国最早翻译出资本论的 是吧 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是民粹派人士 是吧 就是那个尼古拉丹尼尔逊 是吧 那个 俄国的自由主义者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是吧 俄国的自由主义的典型政党 就是立宪民主党了 是吧 就是在那个 1917年的时候 组成临时政府 领导了1905年革命的 是吧 什么米留科夫啊 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 他们最早的时候 是吧 他们都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家的 而且当时他们自称的 他们没有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他们说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说他们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也就是说 他们是非常相信马克思的那套学理的 只不过他们不赞成用非法手段 或者说用革命手段来改变现状 是吧 他们认为是应该是通过渐进的方式 是吧 那么这些人就是后来的 俄国自由主义者 是吧 但是他们当时都不叫做自由主义 都叫做合法马克思主义 是吧 俄国自由主义 尤其是民主自由主义的 最有名的一本刊物 和我 和我刚才讲的 那个法国的那个报纸是同名的 是吧 不是报纸 是一本刊物 就叫做解放 是吧 当然了也可以说是自由 是吧 这个就看你怎么翻译 我们现在把这个 把这本著作在马恩在列宁全集中是把它翻译成解放的 是吧 这个这个 我们中国共产党当年也办过一本叫做解放的刊物 是吧 但是这本刊物就不叫做自由了 也不可能移成自由了 是吧 当时几乎俄国的所有的人 是吧 是吧 杀黄的 总理 一直到民粹派 一直到自由主义者 是吧 他们都声称 是吧 马克思讲的那一套是非常伟大的东西 是吧 那么中国也是一样 是吧 在二十年代的中国 是吧 很多人也在那里讲和俄国类似的话 申中山 是吧 他曾经解释说什么是民生主义呢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是吧 那个蒋介石 曾经跑到苏联大呼小叫的说 坚决要加入第三国际 是吧 这个 后来国民党反共了 是吧 但是国民党即使在他的反共时期 他的一些笔杆子 是吧 像那个陶锡胜 是吧 那是国民党的大理论家了 是吧 他写的文章 还是经常提到什么唯物史观 这一类的那个概念 是吧 大家也知道 当时的中国多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 他们在经济上也都有社会主义倾向 是吧 甚至连胡适都一度是这样 是吧 当然胡适后来就改变了 但是在那个三十年代的时候 胡适曾经有一次说过 说那个曾经有一次谈到苏联的时候 就说这个苏联这个社会 当然政治上是比较专制 我不喜欢 是吧 但是经济上还是很什么 很平等啊 什么 是吧 这个这个 还是很不错的 可是到了世纪末 这几乎一切都倒过来了 是吧 那到了世纪末 是吧 像我刚才讲的 拉克斯夫斯基这样的人啊 实际上一直到他 终身都是保持原来的信仰的 是吧 但是名义上他也得 也得说 是吧 我现在已经不再讲这个词了 是吧 如果要讲这个词 就得换一个说法 是吧 这个国家也改名了 党也改名了 是吧 不但共产党要回避这个词 就连西方的社会民主党 在1990年代初的那股潮流下 是吧 他们的文字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啊 在1990年代以前 基本上是把社会民主主义 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词 完全当作同一词的 是吧 在文献中 基本上不加区别 而且实际上用民主社会主义 的时候比用社会民主主义的还要多 是吧 但是到了90年代 就出现一个现象 是吧 就是 社会民主主义 基本上就没人讲了 是吧 那个 我们现在这个去年谢涛写了一篇文章 结果后来惹出一张 一场风波来 其实 他说这个民主社会主义 在90年代的欧洲啊 实际上是连左派也不太讲了的东西 是吧 那么这个 当时以德国为例 是吧 德国社民党 当时在 从1990年一直到 20世纪 是吧 这一段时间内 他们的文件中 基本上绝集了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 这个词就 就绝集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 是吧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吧 是不是 这就可以证明 这个人类 从此就告别了 社会主义了呢 是吧 我觉得这里头啊 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 是吧 因此啊 我觉得 我们这个课 是吧 就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是吧 就是这个社会主义 是吧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大起大落 是吧 而他在未来 是吧 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 在未来 仍然是 有前途的 那些精神遗产 是吧 那么在 讲近代社会主义之前 我认为 是吧 认识社会主义 是 是不能仅仅局限于近代的 是吧 因为任何有 强大感召力的思潮 不管到了多么现代化的时代 是吧 我觉得一种思潮 如果他不只是一小撮人 对一小撮人有影响 而是对整个很大的 很多人都有影响 是吧 那么他肯定是有一些 和人性 和人性的某一个层面 是吧 是会有呼应的 是吧 因为这个社会在不断的进步 但是这个 人性方面是不是有进步 这实际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是吧 很多人 那个所谓的 一些 一些 一些宗教家 往往都认为 时代越进步 人性越倒退 是吧 就是那种所谓世风 人心不古 世风日下 是吧 那么一般的人 当然也许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如果要说 现代化的过程中 人性 最基本的人性 会有多大的进步 是吧 的确也比较难以认证 是吧 但是我们可以讲 这个 人的确是一种 比较复杂的动物 是吧 人是一种竞争的动物 是吧 他也是一种合作的动物 我们说有一些动物 它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 是吧 比如说 蜜蜂 蚂蚁 是吧 我们都知道那些 他们是天生要过集体生活的 是吧 从来你不能设想 蜜蜂和蚂蚁去单干 是吧 或者去搞什么 连产承包责任制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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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肯定是吃大锅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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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是吧 但是另外一些动物 它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 是吧 比如前段时间 闹得沸沸扬扬的 什么老虎照片 是吧 这个老虎就是一种独居的动物 是吧 它是 甚至连那个熊齿 也只是在那个发情的 那一段 那一段 很短的一段时间才在一起 是吧 那么完了就各自独网独来了 是吧 基本上老虎就是 完全是过个体生活的 是吧 所以你要老虎搞合作画 大概就非常之难 是吧 就像让蜜蜂搞 就像让蜜蜂单干一样 大概是不太可能 是吧 但是人就比较复杂 是吧 人呢 当然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蜜蜂有没有个人主义 是吧 他是不是还有些个人想法 我们也搞不清楚 是吧 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 是吧 但是人是比较 是比较有趣的一种 一种动物 是吧 第一 人是有竞争的 是吧 有个性的 是吧 人是有一种 就是我们有一位朋友 曾经说过 是吧 这个什么木秀于林 是吧 谁都想木秀于林 但是谁又害怕 谁都又害怕 离群所居 是吧 这个 一方面 人是有竞争的动物 但是另外一方面 人也是合作的动物 这像卢宾逊漂流记一样 是吧 一个人过活 很多人觉得 都觉得那是不可想象的 是吧 那都是很糟糕的一种现象 因此 我觉得在终极意义上 去讨论 是吧 个人为主 还是社会为主 我觉得这是熟是熟非 其实是讲不清楚的 是吧 那么人们作为一个 一个共同体 是吧 人们有一种最高的 有一种理想 是吧 那就是所谓的平等 所谓的集体主义 等等 是吧 人们又作为一种 有个性的动物 是吧 人们又追求一种自由 是吧 那么这两种东西 到底 孰高孰低 是吧 我觉得 也不太容易讲得清楚 至少我这个人 从来都认为 我不太适合讲太深奥的问题 是吧 因为我比较笨 那个太深奥的东西 我不懂 是吧 但是我觉得 一个社会主义者 或者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管他的道理再深奥 是吧 他的东西一旦成为一个 非常强大的社会运动 是吧 一旦成为 很多很多人 都觉得这是一个 有感召力的东西 是吧 那么他肯定是 要和这个人性中一些 最普通的东西 发生 发生关系 是吧 假如 人们是傻瓜 是吧 我觉得 实事求是的讲 人 人中是有 聪明人和傻瓜的区别的 是吧 比如我 就是一个傻瓜 是吧 那么我 但是我这个傻瓜 也是有主义的 是吧 那么我为什么 有这个主义呢 是吧 那就是从傻瓜 而不是从圣贤的角度讲 是吧 人不仅有追求崇高的一面 人还有局限性 是吧 我觉得我们讲任何主义的时候 是吧 第一是要讲这个主义是值得追求的 是吧 这个主义是一种理想 但是如果仅仅是一种理想 他不可能有很强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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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能力 是吧 呃 实际上老师说 大功无私的人可能是有 但是 呃 你不可能要求 呃 人人都这样 是吧 但这种东西 为什么还能有很很大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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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能力呢 是吧 肯定 他不仅意味着一种理想 而且也意味着一种 人性的局限 是吧 我觉得呃 人是难免自私的 因此 自由主义可以成立 可以成立 并不见 并不是因为 人们真的把自由看得那么至高无上 是吧 呃 很多人呃 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不自由勿宁史 是吧 呃 美国的一个州 叫做纽亨布斯尔 是吧 那个汽车牌照上就有这句话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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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freedom or die 是吧 就是这个 或者自由 或者死 是吧 呃 但是说实在的 不要说中国人 就美国人而言 是吧 呃 这句话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是吧 这个 在呃 在不自由的状况下 大家还是愿意苟活的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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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没有哪几个人是把自由看得至高无上的 但是 是吧 虽然没有几个人把自由看得那么重要 是吧 但是自由主义还是非常有魅力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自由主义它的出发点 呃 它 它存在的基础 是吧 呃 并不是 有多少人不自由物宁死 是吧 而是呃 人性有局限 是吧 人难免自私 是吧 因此自由主义是可以成立的 我这里讲的人难免自私 这里我必须要讲清楚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人必定自私 是吧 呃 实际上这句话就是毛泽东同志 是吧 以前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呃 大实话了 是吧 说他在那个纪念五语章生日呃 呃 的一次呃 招待会上曾经说过 是吧 说 这个人做一点好事呃 并不难 是吧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不做坏事 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是吧 连毛泽东 大家都公 大家很多人都认为 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 连毛泽东都说 一个人一辈子不做坏事 是最难最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理论 曾经理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